因為帶著支持者在高雄市政府前 貼上怒吼貼紙 利典環團要求新達燃煤立即處議 因為市長許立民已經核准延長 新達發電廠是沒許可 但另一邊綠營陳其邁早早離開 避免尷尬 隔天環保署長林應援跟立委 到高雄市查大林火力發電廠 高雄地區的空氣 是50年來的 這樣的一個發展的結果 我們應該要注意 是要跨黨派 針對空污問題 林應援四兩波千斤 但外界質疑大遊行當天 天空好藍 空品橘燈 隔天12日上午 空氣品質又恢復為一片滿江紅 85大樓也蒙上一層灰 台灣還是算好的 但是境外的污染 像今天就有境外的污染 南電也沒錯 這個很不合理 也很不公平 我當市長以後 我也要求新達燃煤電廠 燃煤電廠四座基礎 要提前處理 環團反空污反的正是執政黨 夾在環團跟民進黨中間 民進黨高雄市長候選人 陳其邁裡外不是人 不像前一天雨帶保留 陳其邁直接說 會要求發電廠提早處理 但顯然又跟許利明 李應援態度不同 看來面對無可避免的空污議題 陳其邁真的也被逼急了 記者洪富人陳古明高雄報導 文道事務員